那么一个叫做供给 那供给我想大家比较简单能够接受 所谓供给就是说 你这个市地能够提供我多少工作物 可以提供我多少渔获 可以提供我多少木材 或者是什么 我可以去狩猎 我可以猎到多少猎物 或者是我是不是有运输的功能 比如说像淡水盒 对不对 它可能就有运输的功能 或者是泥碳 这个叫拼内 泥碳的你们都会知道吗 台湾有没有泥碳 有 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 绿色会堂 投射 投射湿地 一个水床 泥盆栗 那个水床就是 你踩上去 那个地会动 好像你踩在床上那样 有空去那边体验一下 那个就是泥碳 它底下就是那个水的保护度 几乎百分之百的 还有台阶 所以你很难想象 你踩那个地会这样动的 另外一个是在屏东的 那个叫什么 屏东有一个实地 木杆 东元 东元实地 它也有泥碳度 那泥碳是一个很有营养的实地 也就是说他们常常用这个土 因为它里面有几乎非常多 所以营养丰富 那种出来的农作物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长得特别大 特别甜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资源 而且也可以当这个能源石油 或者是什么园艺啊 那些它的那些土 它多都是来自泥碳的 好 那这个在国外以前开发很多 后来他们知道 这个泥碳是存了很多的 二氧化碳在里面 所以你如果把它水 这个排掉的话 让它漏在空气中 它就开始氧化 那氧化就会把原来 它的那些有机物分解 分解勒 那二氧化碳就回到空气中 所以温室效应更恶化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保护这个泥碳 那我在讲说 那个 我们政府做了一个纯事情 日月潭的投射盆利 去年还前年的台风淹水 淹水 那淹水呢 他们那个 那地的居民就反映了淹水啊 对啊 解决嘛 对不对 好 那水利署就赶快去做了一个 排水道 排水工程 所以要把里面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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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的水 要把它排掉 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多钱 做了一个排水工程 好 各位觉得这样如何 对你 第一个 湿地本来就是 炙虹池 就是水多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要 当地居民要去适应它 第二个 你如果今天你去做了一个排水工程 你把水排掉 那 泥碳还会存在 不会 那就是这样 因为水排掉 空气结束 所以这个油几物质直接氧化 氧化碳 更多 然后 然后 它的这些泥碳资源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他们就多了建地了 老师 他们就多了建地了 你就到投射盆地去 他就那个排水到头做好了 对啊 因为 淹水是 你知道现在只要反映哪个地方淹水 他们赶快就必须要去做一些措施 所以那个 这个几年几百亿那种 那个治水方案都是 那个钱都是这样乱花的 所以你知道再编多一点钱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就像李永元讲的啊 你看 再编多一点钱都没用啊 因为都是做在这种 根本 很蠢的那种地方 好 这个在录影 这个要撒掉 再来是遗传多样性跟医药资源 可是这个为什么要撒掉 没有啊 你是开玩笑吗 不能 不要当场这样 这个到时候就被修理 这只是私底下发发牢 稍微可以了 好 那 遗传多样性的话 就是这些生物的遗憾